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节目 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 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 这个最近比较热点的 大家都关注到啊 这个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 目前来讲身体状况 似乎引发了外界的很多关注 最近的报道呢 看到了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之后呢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 看到了金正恩的病情 结果是王祖国幼而言他 就装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中国目前来讲 我觉得对朝鲜的局势 还不是特别的明朗 因为中国呢 目前来讲 对于金与正 据传的这位所谓新的女王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还并不是怎样的清楚 所以说中国呢 也在观察这个情况 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中国方面就说 他说他知道金正恩的病情呢 可能是有问题 但是呢 中国方面说 他不知道消息来源 那么中方也不予评论 所以说呢 中国呢 对于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讳莫如山呀 而且中国的外交部 很多的这个官方渠道 对此呢 都是遮遮掩掩 非常神秘的 那么其实 咱们大家都看到了 美国有限时新闻网 曾经引述有关的消息来源 就是说呢 金正恩已经呢 接触了心血管的手术 而且美国白宫 正在密切的关注 金正恩 手术之后的这个 恢复的情况 目前来讲 据说呢 这个金正恩的手术 可能并不成功 但是呢 也有消息渠道说呢 中国方面不相信 金正恩的病情呢 现在已经非常严重 也就是说中国方面也在观察 也在从各个方面 渠道搜集更多的这个信息 来看一下 金正恩是否 真的是有身体有恙 金正恩其实接受的这个手术 是一种心血管手术 这一点呢 其实被韩国方面所证实了 那么韩国方面还认为呢 金正恩他接受这个心血管手术呢 可能呢 与中国方面提供的这种医疗技术 是有关系的 其实说到这里 让我想到了 这个中国的专家似乎到哪里 都是灾星 而不是福星啊 很有意思的是 因为这次的武汉肺炎 大家都看到 中国的专家组到哪里去 哪里的病例 基本上就翻番 死亡人数也是成倍增加 所以说中国专家看来到哪里呢 各个国家似乎都要提高警惕 那么北朝鲜的一些核心的人士 就是说呢 金正恩接受的 有的人说的是脚踝手术 有的人说呢 是这个 他呢 因为现在武汉肺炎 在朝鲜也有肆虐的情况 虽然北朝鲜说 我是零病例啊 但是谁信呢 但是人们只会相信 金正恩可能会用铁腕的手段 来铲除那些朝鲜认为的确诊病例 因为北朝鲜最爱面子 老百姓死活呢 和他无关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那北朝鲜呢 就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没有什么选票去制衡他 其实呢 那么北朝鲜的这个资讯 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模糊的 外界的说法 有非常多的这个种类 因为北朝鲜呢 一贯以封锁消息 打压言论著称 和中国共产党的本性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目前来讲 他接受这个心血管手术的 这个具体的进展 目前来讲 金正恩究竟还能有多少口气 能够活下去 这些呢 都是一个未知数 金正恩其实在两年之前 就曾经接受过一次心血管手术 当时呢 金正恩的抛妹叫金宇正 他最近呢 这个金宇正啊 已经转任为朝鲜勒动党的 组织指导部的副部长 这很有可能呢 就是金正恩的一个 后继者的一个培养 所以说金正恩的这个手术之后 情况非常危急的话 其实不管是华盛顿也好 还是首尔的青瓦台也好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都是密切在关注的 那肯定呢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呢 对于这方面呢 正在大量的搜索相关的情报 其实北朝鲜的这个封锁 信息封锁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那么有的情报机构啊 甚至是十分专业的情报人员 都认为 北朝鲜的这个领导人 是否真的接受了手术 都是一个未知数 你就是说其实金正恩 如果这次能活下来的话 他日后在看到国际媒体 纷繁复杂的这个报道的时候 他可能都得偷着乐 因为他对自己能够成功的封锁 自己关于身体健康状况的这个消息 估计能够津津津乐道啊 即自自成奇了 其实看下现在平壤的这个 是各个市政的情况 那么朝鲜政府的各个动向 还有他的各个军事基地 是否呢有什么异样 从各种情况来讲啊 那么我们发现 确实有一些异常情况 那么韩国呢 正在对于这个情况 召开紧急会议 因应了相关的紧急事态 并且要讨论一下 就是说如果金正恩的这个情况 出生问题的话 那么朝鲜也好 那么韩国也好 美国也好 这三方这个关系 可能会是一场新的地震 那么金正恩的这个手术 是否呢 与他骑马去这个登上白头山 有关系呢 大家都知道呢 金正恩曾经啊 为了彰显他的这个白头山血统 所以说他呢就曾经啊 骑着一匹大白马啊 然后所以说呢 他被人们戏称为呢 朝鲜版的白马王子 当然了 谁也没有见过啊 如此体态臃肿的白马王子啊 所以说呢 是否他呢 当时登上这个白头山的时候 天儿那么冷 他又骑着那个马 是否与那次的行程有关 人们目前来讲也有很多猜测 其实金正恩今年36岁啊 他这么年纪轻轻 他就有脂肪肝 高血压等等这些慢性病 其实这就是因为他养尊处优啊 长期和老百姓隔绝 而且北朝鲜 人们戏成就他这一个胖子 所以说呢 他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那么冷的天儿 他骑上了马啊 登上了白头山的山顶 是不是他无法适应呢 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 可能是不是有关系 这也是一种说法 从2012年金正恩掌权以来呢 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啊 一直就是外界热议的一个话题 其实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他2010年的时候 第一次通过媒体亮相 他的体重确实是增加了不少的 金正恩的身高不过170公分 但是他体重已经超过了100公斤 我的身高呢 不到1米8 但是我的体重大约是金正恩的60%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金正恩呢 是非常的魁梧啊 非常的 中国人呢 认为人越胖 人就越有派头 就像习近平那样啊 这个好像有领导的这个架子啊 其实呢 人的体态的臃肿啊 只能够体现出人呢 还是缺乏锻炼的 他的个人生活还是需要检点的 金正恩的这个体重过重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和他饮食习惯的不良 还有他喜欢喝酒 不无关系 金正恩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有高血压 金正恩还喜欢吸烟 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对健康 非常不利的因素 那么金正恩其实早上2008年的时候 就因为糖尿病啊 就被倒就倒下了啊 2014年的时候 金正恩发表了新年演说的时候 大家仔细看一下当时那个录像片段 能够看出来 金正恩当时呢 是气喘吁吁 说几句话呢 就得喘一会儿 所以说其实当时我们就看出来 他的健康问题已经是相当的严重 那么2014年入秋之后的话 金正恩其实有一个多月 都没有公开露面的 很多人就传出来呢 他那个时候死了 所以说金正恩也好 还有台湾的李登辉也好 江泽民也好等等 很多人的话都会传出 不断地传出他们的死讯 但是后来呢 有的证实是假的 有的证实呢 一旦是这种问题 一旦要证实是真的 那人死呢 不就死一次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金正恩的这个身体状况来讲 那么被一个法国的治疗团队呢 他们就进一步的侧面指出 金正恩的身体状况 确实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德国 法国的这些医疗专家呢 都认为呢 金正恩有脂肪肝 还有肾衰竭等等 很多的问题 这些疾病都是一些系统性的疾病 需要长期的调养 而且他的体重如果不降下来的话 这些疾病无法得到根本的治疗 那么有一些呢 这个脱北者 我前面曾经做过一个 关于回顾中国人权状况的这个节目 其中谈到了脱北者 脱北者呢 到了韩国之后 他们办了一个报纸 这个报纸呢 叫美日北韩 这个报纸呢 就说金正恩在去年的年底 他登上了白头山的时候 中国呢称长白山啊 他其实是位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么一条 非常绵长的 而且海拔呢 有比较高的这么一条雪山 他们认为呢 这个金正恩登上这个雪山 是导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他当时呢 他马上啊 视察那个工地 那么他就 后来过了几个月 金正恩又带了他老婆 医学主又再次上山 但是他呢 这个呼吸状况本来就不好 然后他又登山 本他本身来讲 对他来讲 那就非常勉强 虽然大家呢 说他可以骑马啊等等 但是这中间有很多的地方 还是要靠他的体力去维持 所以说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他健康状况 大幅恶化 另外呢 金正恩呢 其实这个状况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他的家族史 金正恩的这个父亲是金正日 金正日呢 没满20岁的时候 他就感染了这个脂肪肝 这个脂肪肝呢 其实我说他感染 是因为他是遗传性导致的 也就是说他其实这个喜欢肝 还是从金日城那里染上的 2008年的时候呢 金正日呢 就脑中风和脑溢血 09年的时候 金正日其实在露面的时候 已经是憔悴的非常多了 那2011年的时候 金正日呢 就在这火车上 他的专列 他就突发心肌梗塞 那么就死了 所以说呢 很多人认为呢 这个金正恩呢 其实他的身体状况 和他的家族史不无关系 大家可以看看 从金日城到金正日 再到金正恩 哪一个不是大胖子呀 他们这样养尊处优的生活 全朝鲜的资源 都供金家一个家族去享用 他能不胖吗 我觉得 我给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死讯啊 六个字的评论 那就是天灭之 熟救之 解释的意思就是说 上天要灭亡他 谁还能救得了他呢 好 今天呢 我们关于金正日的 金正恩的 还有金正日这个家族吧 他们在朝鲜的这个统治 似乎就即将终结 但是也有说法呢 说这个金与正可能会继位 但是不管怎样 独裁政权在北朝鲜 独裁政权在西朝鲜 也就是中国 种种的意识趣闻 让人们看到了 这些没有选票的这些统治者 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笑话 成为21世纪 人类的值得思考的 一个重大问题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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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